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阳初启 一阴长夜 各冬至祈祷新年 祝大夏国万民平安 后雪沾年 冬至起年 起风收神 愿土地神保佑我大夏国万民康泰 今天是我大夏国的冬至节 是我党项人的新年 冬至节来到了 日照最短的一天来到了 来到就意味着结束 一阳初启 今年开始 我们的一切希望 光明开始出现了 让我大夏国的万民万众 向长盛天起年 向风收神起年 向徒弟神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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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冬至节好 后雪沾年 冬至节祝你万事如意 万事如意 这是你走后 第一个冬至节 你能想象 天独寨是多么的冷气 再娶一位大寨夫人吧 夜离玉琪 我真是对不住你 黑云 告诉我一句实话 他会杀我了 谁 你当然知道 你去问他自己好了 黑云 人人都说 他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只有你除外 你莫藏黑云 是大夏国 唯一可以左右他的人 阿弥陀佛 夜离玉琪 请记住我的话 我永远都不会加害于你 因为我愧对你终生 不过 我有一句忠告 摘下你的族灰吧 将这面具 换成猫狗 你便可以长寿 你这面具上的獠牙 太长 太外露 浩王 他不会喜欢的 欧米托佛 哈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过来呀 哈哈 他跑起那边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走啊 啊 快来呀 你看他的面具可好看了 猫族 你怎么不跳舞啊 走 走 走 拿酒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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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几朝几代了 我来问你 当先明王先世之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魏牧家族都反叛 当巫族平定了西域回湖各国之后 国内又发生什么事情 内宫发生了争夺王后大战 又有伟名山谕的叛国逃送 现在呢 现在如何 现在难道不是山羽欲来丰满龙吗 每每大国之间的征战停息之后 国内宫内便会风雨骤起 厄云似迷 如今我已经闻到了这大殿内外都城上下的血腥味了 这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你看看这节日 这万眠这种欢乐的日子 怎么可能呢 你真是个俗人凡胎 险虚 你说怎么办 争计家族的宾丁调往你的黑水城 观其你的城堡加尽训练 不得走了半点风声 是 遵命 大宋皇帝和大夏冬至节特命使节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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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西夏国元昊 为党项万民赐白银两万两千五百两 丝绸两万批 茶叶两万代 钦此 元昊接旨 物足 回答话呀 谢 谢主龙安 过节都杀了几头牛 你们看那女子是谁啊 长得那么漂亮 那是我的女儿 是我末一阶她的小女儿 而今她是王太子殿下宁令阁的未婚妃子 好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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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我 有 物足 你哭了 你再敢胡说 我就把你 是苦的 你是谁 你是谁 我是墨夷丽玛 墨夷丽玛 墨夷丽玛 这是哪儿来的 这是我的护身符 这是我拓跋架的船石之物 哪儿来的 这正是我要问物足的 那时候你那么小 天真可爱 天真可爱 新娘子漂亮 华贵 让人羡慕 你好像说 要和我结婚 你亲手把项链挂在我的小搏镜上 你那时候几岁啊 五岁 现在长够了 漂亮了 我想起来了 这是我 送给你的订婚信物 是护身符 是订婚信物 护身符 护身符 物足 刚才你为什么哭了 因为我爱大侠 爱得太深了 诶 物足 是订婚信物 是的 物足 是的 可以 真吃 这一公子 你看 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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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了 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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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封的大战已经结束 为什么还要我们加紧训练 足兵加兵啊 大战停止以后 立即集结散兵 这道理以后你自然会明白 现在先照我说的去做 让野力家族 墨夷家族成为大下国最强悍的 无坚不摧的 不可抗衡的 他将捍卫皇后太子 和你女儿太子妃的王娶 我懂了 我女儿莫一立马 与太子何日完婚呢 我将督促物族尽早完婚 尽早完婚 怎么回事 她抓住了我的神经 在我感情最脆弱的时候 你最脆弱的时候 不过是一个眼神 一个男人 不应该随意流露给人的忧伤 让他抓住了 并且那么准确 迅速地为我平复了内心的伤痛 一个眼神 是的 只是一个眼神 一个女人的春节 爱慕的眼神 就这么一看 女人的一个眼神 可以给男人带来幸福 也可以给男人带来不幸 这个世界总在向我提出 令我承受不了的要求 仿佛他们手中攥着我的命运 就可以随意地羞辱我 这个世界 就是这么不公平 可是他为你安排的命运 是国王 我一生都在为我的国王而奋斗 我求佛祖保佑我的臣民 保佑大侠 来作为我对佛祖的报答 我给佛祖献上我的青春 热血乃至于我的生命 是佛祖给了我的追求 佛祖给了我这个本能 佛祖把大侠国降临在了你的土地上 连同耻辱一起给了我 我何曾完美过 虽然我是一个国王 从我一出生起 我的母亲就把耻辱强加在我的心头 为母也和的家族背叛了我 王李嘉玉母子背叛了我 西风丝梦也成了死度多孽的笑柄 堂而皇之的只剩下我做契丹或大宋的驸马 我只有赢得战争来洗去我心头的耻辱 我的心已经是千疮百孔 我只需求我的人民能给予我超脱般的宽容 不管我做什么 莫一丽马 已经和宁令阁订婚了 什么 你说什么 莫一丽马 即将做您的太子妃 这不可能 他五岁的时候就和我订了婚 这 这是真的 我没有信物 这世界公平吗 我是国王 我是国王 莫三高方将军 这不愧是以浩王命名的酒 可真称得上是陈年假酿 不瞒你说 丞相 这后酒少说也有五十年 五十年了 来 今朝有酒 今朝醉 莫是今尊空对月 来 干 我说国相 你又醉了吧 你我是多年的好朋友了 你还不知道我张元是 有酒就醉 就癫就狂 就疯 我 我 不行 难道你真的没有看到 你身旁的刀光剑影 真的没有感觉到 你的杀身之祸就在眼前 威言耸听 威言耸听 你说什么 我说国相 就在那天晚上的庆宫宴上 你一边预示着下一站的更大胜利 一边酒气熏天的声泪俱下的银 送着那首诗 那是我高兴 我高兴得忘乎所以了 你是高兴了 可你没有注意到 物足在怒目横市 你还记得 你是怎么退下殿的 我是 我是忘得一干二净了 好像是物足让人把我抬下去的 不 是陛下让卫兵像托死狗一样给你托下去的 你满腹经伦 国相 你难道不懂得使食物者为俊杰 这句你们汉人的名言吗 什么意思 鹅邦将军 你的意思是 陛下已经对我 可 可想当初 我作为宋使前来西夏传旨的时候 是你奉了浩王之命 把我关在死丘牢里 逼我当你们西夏的国相 害得我是有国难回 有家难归 别忘了 此一时必一时业 我问你是谁把手持兵器逼宫兵解的大族掌门劝得回心转意 心悦成福的 是你张元 正是因为如此你深得军心民心 这对物足才是最大的威胁 我问你 是谁立足西夏称帝 才有了今天的宋寮夏三主鼎力之师的 是你国相 正是因为如此 你才得以在一人之下外人之上的夙愿 这对于物足而言 我问你 岂不是更大的威胁吗 我问你 是谁为其运筹于帝幄之中 方才取得了三川口豪水川之赫赫战果呢 还是你国相 正是因为如此 你才在庆功会上目诸无人 肆无忌惮 这恰好又激怒了陛下 正当陛下主张霸占修兵 让紫米本性得以修身养性的时候 你却反其道而行之 扬言要预示下一段更大的胜利 这… 你公开违抗圣命 这可是罪不容忠 我… 将军 我… 你是汉人 宋臣 物足要是处死你 就如同碾死一只蚂蚁 在战争中 数以万计的党相族人死无葬身之地 仅仅这一点 只要一声令下 就会把你剁成肉泥 莫德纳巴将军 对… 多谢将军提醒 可是… 如今… 我真是… 手无夫妻之力啊 三十六计 走为上 走 走 对 走 就像当年帐篷那样 一走 好 了知 汉人张元和当年的张浦一样 在为元昊立国称帝 历尽汉马功劳之后 悄然离开了西乡 从此便不知所终了 一帧 常年的战争结束了 大下国百废戴心 我军将士 用几十万人的性命与鲜血 换来的和平 这和平的代价 竟是如此之高昂 愿长生天保佑 让贺兰神山护佑 愿我们伟大的神鹰 神佑吧 让这昂贵的和平 在我大下国的土地上 长住吧 让战争永远的消失吧 愿大下国千秋万代 今年已时 我们将西兵卸下 勇敢言战者 斩 特封莫葬鹅旁委 国相 总理大下国国政 谢巫族 就位 严厉人容老军师 年事已高 功勋卓著 标秉日月 大下国有口皆碑 然而年事已高 可以谢甲告老还乡 以养天年了 谢巫族 特封伟命浪语为军师 统领三军 谢巫族 持多野利玉起天都王的称号 收回天都山全部彩翼 便为庶民 谢巫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咱们像汉人一样 自己种棉花养残织布 一年后啊 这说咱们挡向自己的绢呀 丝呀 还有布什么的 莫义丽玛 谁叫你呢 莫义丽玛 我们走了 莫义丽玛 太子殿下 有事吗 哎呀 我怎么老是见不到你 物足让我带领马魁军团 成婚的日子就要到了 你应当 成婚 谁成婚呀 你成婚 我成婚呢 咱们俩成婚呢 这是谁定的 哎呀 是母后定的 母后啊 让你去试衣上 什么临安的丝绸啊 王太子殿下 我得睡马亏 姑娘们奔赴我的前程了 咱们俩什么时候成婚呢 你去问物足呀 再见 啊 问父王 问父王干什么呢 又不与父王成婚 多少年来 我一直有一个未曾实现了的愿望 我要只身一人踏遍我大厦国的山山水水 走遍我大厦国的每一寸土地 每一个角落 今天 我这个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 哎 物足 你在看什么呢 什么都看 什么都想啊 长生天给了我这么一块土地 多么让我陶醉啊 多少年来 长生天对我如此厚爱 可我在令人神往的大地上 留下的却是战争和创伤 是消杀 是荒凉 牛马驼羊要是明白 也会痛骂我 骂我白白地做了一回人 白白地当了一次国王 可惜明白这个大道理已经晚了 大厦国的一切 已经被我连年的征战与杀伐几乎耗尽了 物足 你今年才四十五岁 正是如日中天 一切都不完 一切都来得及 可以想见 再过八年 十年 二十年 你的开发愿望 就会在你用鲜血以生命换来的 和平日月里全部得以实现呢 哦 你真的这么想吗 莫伊丽玛 你真的这么想 好啊 多么好啊 我要让你看看 我巫族并不单是战争之神 我也是和平 是繁衍生息的使者 莫伊丽玛 你要陪伴着我 为我生儿子 一个接一个 好啊 一个接一个的生儿 莫伊丽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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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我的莫伊丽玛 莫伊丽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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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莫伊丽玛 祝位 我们野力家族和莫伊家族 把大家请来 我是一忍再忍 忍忍忍忍 而今我已忍无可忍 我们野力家族已忍到了失去了一切 就是失去了一切也得忍 因为我们是野利 野利 别忘了 我们野利家族的族徽是狼 是狗 是狼 是狗 不 既不是狼也不是狗 是狼狗 狼狗 狼狗比狗要更英勇 比狼更凶残 我们的物足 此时正躺在柔软舒适的皇家暖车里 怀里搂着太子妃莫一粒吗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我们还能忍下去吗 这不可能啊 是啊 在他的身上 一切都是可能的 袁浩 你这个恶棍 天哪 不顾仁伦 丧尽天梁啊 是时候了 野利家族 末仁家族该行动了 是皇后 是皇后 末仁大师到 末仁大师到 末仁大师 阿弥陀佛 谢国相 阿弥陀佛 末仁大师 佛光普照我大厦 为这大厦国香火永远鼎盛 我青铜寺受佛祖神事 想于大厦国都兴庆府内 兴建佛塔一座 建高台寺庙一座 愿圣德济世 众心重佛 广造雨煞 兴会道场 繁月经送 废扬天地 信徒法旅 络绎不绝 天护佛佑 国泰明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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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等造福于万民 显佛光于万世 乃国民之宏愿 也正是物足 日夜所思 所想的 我身为国相 既可代为准奏 谢国相 下去吧 下去吧 弟弟 武族现在何处 他在寻游 请速将这朵紫绢花 交予物足 姐姐 你别忘了 你是国师 告诉他 我怀孕了 大霞国国主 与国师生下的儿子 他既可是王子 又是佛子 也许 我生下的是女儿 不 姐姐 只要你能生出个儿子来 我就会把 以丽家族的王太子 宁令阁除掉 姐姐 莫放家族 求你了 生个儿子吧 一切 皆有天地 也许这一切 我佛早有安排 一切 拼天由命吧 拼命 托福 姐姐 只要你生男不生女 我就废了他太子宁令克 或许 我莫藏家族 就是这王宫大殿里的新主人 我跟你说呀 那个地方还真神秘呀 我一见到以后 我就 接着讲 接着讲啊 还有呢 我跟你说 后来啊 父皇 我就 我就 我 我 我来找墨夷立马 墨夷立马 她是我的新妃子 也是你的新母后啊 什么 父王 叫母后 巫族 接着说呀 后来啊 后来就没有了 啊 啊 啊 哈哈哈哈 李令格, 怎麼還不去睡啊 怎麼了?我的兒子 是為了莫伊利馬 莫伊利馬五歲的時候就和我訂婚了 這不可能 我的兒子, 這是真的 不, 不 莫足, 莫足, 你快來看, 快來看 我真想殺了他 誰, 殺誰啊 天都王 莫伊家族大族長莫伊杰山率族兵到天都寨了 莫伊大族長, 今日果不失約 準時到達 莫伊家族真是香火鼎盛 莫伊杰山, 兵強馬壯 你野利家族算是火到頭了 什麼意思 來啊, 請國相莫葬鵝旁 是 我大象國國相, 莫葬鵝旁 本物足之命 對野利人容, 野利玉起, 頒兆賞賞賜 王陵 我並在此 對野利人容, 野利玉起, 賜死 上 別動 請野利玉起, 速速執行王命 媽媽 媽媽 莫伊杰山 你這個反復無常的小人 今日巫族賜死的是兩個人 若有人敢在本國相面前违抗王陵 等待野利家族的是什麼 野利家族的最後十個刀了 住手 還借過 我 否則我支持你 我 refined 我是 是 可不可以 我叶丽家族 永远不负大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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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不负巫族 巫族 叔叔 叶丽 叶丽 等我死之后 叶丽家族的祖会 应该盖成狗 盖成狗